早评 护制高开0.36% 电力 鸿蒙板块领涨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高开0.36% 深程指高开0.5% 高开0.63% 盘面上 电力 鸿蒙 油气等板块涨幅居前 化工 稀图永磁 港口行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表示 下一步 要加快推动汽车油购买管理 向使用管理转变 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 促进新车消费 第二 立即政策将迅速应对 对线电现产的纠偏速度会加快 保工稳价政策的效果也会逐步显现 缓解基本面预期 四季度国内经济运行将好于三季度